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视频当中呢做了很多generalization 就是很多的这样一个大体的概括 所以呢并不适用所有的人 那么呢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呢我来说的这几点呢是跟结婚有关的 因为我自己呢也是今年刚刚结婚 好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婚戒的问题 在美国呢你如果结婚不带婚戒的话呢 别人会觉得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 当然呢我之前也遇到过美国人他虽然结婚了 但是呢他也不带他的婚戒 这个呢我觉得在中国的话年轻人可能做的会比较好 说像我父母一辈啊或者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啊 可能呢很多人结婚了 但是呢他也没有带婚戒的这样一个习惯 好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来分享一下 在美国呢女生你如果有一个求婚戒指和一个婚戒 就是当你有一个engagement ring 还有一个wedding band的话呢 你这两个是可以迭代的 那么你这个迭代的顺序呢就是你先会带你的wedding band 然后呢再来带你的engagement ring 顺序呢是这样的 你这个wedding band是更要贴近你自己的 那么很多人呢他没有这个engagement ring 只有wedding band 或者呢他只有这个钻戒 没有这个普通的婚戒的话呢 那么你就带一个就可以了 好那么第二个跟结婚有关的呢 就是去法院去courthouse来结婚 这个呢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化上来讲呢是非常正常的 很多人呢他就在中国的话呢就去领个证 然后呢在领证之后再等一段时间 然后再来结婚 但是在美国呢你如果直接去这个courthouse领证 来有一个这样一个courthouse的一个典礼 一个仪式的话呢不是特别传统的 你可以去教堂结婚或者去一个这种专门用来结婚的一个venue 一个场地来结婚 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在我的第一份工作 当我的一个同事当他儿子决定去这个courthouse结婚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点生气的 好下面第三点呢是跟送礼物有关的 在中国呢红包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 不管是你结婚啊或者生小孩啊或者是其他非常重要的日子 亲人啊朋友之间都会给红包 但是呢在美国直接给钱这个呢是非常不普遍的 所以呢你如果被邀请到了其他人的婚礼啊 baby shower或者呢birthday party 最好呢不要直接给现金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买成一个礼卡 最好的呢是你亲子去选择一个礼物 好这个第四点呢 这一点我觉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也并不知道这一点 就是在美国呢会觉得非常的奇怪 你如果连着两天穿一样的衣服 尤其是在工作场合 第一点呢可能会觉得与这个个人卫生有问题 第二个呢怎么说呢你如果你去上班的话 美国人发现你连穿两天都是同样的上衣的话呢 它就会有点奇怪 但是呢我这里想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外套啊 你连穿两三天或者是甚至一直穿一样的都无所谓 但是你里面的这个内搭啊 不管是毛衣啊还是衬衣啊 这样你最好两天不要穿同样的衣服 这样如果被别人发现的话呢 它就会觉得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吧 好下面这一点呢是跟孩子有关系 我最近呢也在看那个综艺叫亲爱的客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上一集呢就是张翰他帮他的这个客人呢 照顾他们的孩子 在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呢他呢就会亲别人家的小孩 或者呢会让别人家的小孩来亲他 这一点呢在美国是非常忌讳的 你呢如果是帮别人带孩子 或者呢你是见面你美国朋友或者美国同事的孩子 你不要随便亲别人家的孩子 也不要让别人家的孩子来亲你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忌讳的事情 从而衍生到了另一点吧 也是我觉得美国人其实是非常注重这个隐私和这种 personal distance 和距离的 你不要跟别人靠的太过于近 因为大家在这呢都是比较喜欢有这样的一个私人的空间 当你出去旅游的时候 如果想拍照啊想录像 我就想要跟你讲的就是不要随随便便 给别人家的孩子来照相或者来录像 甚至呢是把这些照片发到这个社交网站上 这个呢是非常不尊重的行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YouTube有很多视频呢 你如果视频当中有这个minor 有这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出现的话呢 很多这个YouTube视频下面你的评论是被关闭的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美国人对保护小孩子的一个做法 在跟你同事啊朋友的孩子接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距离 你想要跟他们拍照甚至上传照片到视角网站上的话呢 一定要征求孩子本身以及父母的允许 好下面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在美国来过的应该会都知道 就是这个热水的问题 大多数美国人觉得你直接喝热水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你如果来美国呢你去外面吃饭 你会发现服务员给你的是冰水或者是不加冰的凉水 但是呢他不会给你热水 美国人可能觉得喝热水就是有一种喝这种洗澡水的感觉吧 他们也并不习惯来喝热水 很多美国的小婴儿小孩子他们都是喝冰水 他们觉得会喝茶或者喝热的咖啡是很正常 但是呢他不会理解你就想要这样一杯热水 这个也是中美的生活习惯不同吧 好这个呢就是我想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几点 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正常 但是呢美国人呢可能就会觉得是一些不是很主流的做法 那么下一次呢会录一个视频来讲一下哪些美国人觉得很正常 那么中国人呢又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如果喜欢我今天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点亮那个小铃铛 这样当我之后每次发布一个新的视频的话呢 你都会第一时间得到通知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次再见 Bye Bye